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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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一般的清宫图 阎山先生没有把花盆画上 只画了三株水仙连灵精 和铺面的卵石 因为没有把花盆画上 使观赏者专注于赏花之余 感觉水仙伸展自由 活在无边无际 无拘无束的空间里 表达了清宫园一支不再物而再奇异的思想 故有对花写一支剧 这幅善面 构图别致 笔法潇洒 略带八大山人的笔翼 这株横放的水仙 像是在努力抗衡着不寻常的生长环境 笔触的力量 活现在叶子的形态中 虽然摆出的不再是优雅的姿态 但却展现出一股顽强的生命力 这幅没有纪念的水仙 应该跟之前的三幅一样 都属于阎山先生较为晚期的作品 此时的阎山先生的造诣 如陈志廷先生所言 潇洒楚如散仙游行 绝无至爱 以真道大莫名之境 不可以一家一格居宜 且看这戏末图中的水仙 石头和小鱼群 再加上本来就抽象的点台 整体构图显得十分活泼 舒展自然 没有现实框架的限制 极简约的石头 视觉上巧妙地联系其水仙和鱼群 我们可以想象水仙正在昂首立于水边 观赏着远处游过来的鱼群 或者是鱼群正游过来观赏水仙 反正自由天地无限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